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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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风云组合之后 中国男双在世锦赛上所取得的又一次的胜利 红伟跟柴彪大道他就是在这个半个赛当中输给了自己的这个对张南和刘成 因为分区上来的话呢这个当时红伟和张南他们都分在了下半区 第一点 投票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洪伟是89年出生的分高是1米92度 刘宇晨是最高的这里面 从之前的晋级状况来看 张楠和刘宇晨他们两个搭档的比赛 昨天的半决赛是赢得非常非常轻松 比分特别的选输 福建男团成绩一直都很不错 应该是出了很多的羽毛球的高手 从第二届全运会有受羽毛球项目 从开始以来福建队在第二届 第三届 第四届都是拿到了金牌 然后第五届全运会是输的辽宁队 是银牌 第七届又开始夺冠 然后第八届是亚军 第十一届全运会是亚军 然后第十二届是冠军 所以历来呢在男子的团体比赛方面呢 福建队是有非常深厚的传统 好想要注意 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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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届全运会是输入 劳润 不是 我在 赛之后 好加油 4比4 三八九 5比4 谢谢 柳宇晨 告诉他在哪里 告诉他在哪里 柳宇晨的爸爸呢 是北京游队的这个 羽毛球队教练 他的妈妈是 北京游泳队的运动员 然后他的这个 教练员 他姐姐是 国家队的这个 游泳运动员 5 所以呢 身体素质 也应该是非常好的 他的身高是1米93 三比红尾高一公分 他的搭档呢 这个 李俊慧也是1米95 所以呢 我们两个搭档 也认为是 双塔组合 5 比5 95年出生的这名小将 场上的这个 四名选手里面的 只有合计停是 可以在报名的时候啊 可以单双打 兼具的这种选手 我们之前说了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男子必须要有 每个队友四名只能打 双打的这个球员 这也是当时呢 为了提升中国队整体的 双打的这个水平 男双的这个水平 所以呢 在全运会的赛场上 就是要求必须要有打双打的球员 你维持这种竞争力 四个人年龄最小的是 1998年出生的何地平 刘宇晨摆脱不出去了 黄磊发球 黄磊发球 这场接发是不错的 发电发这个环节 还都是平均注重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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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局比赛进度还是非常激烈的 其实不常搭档的选手就是在场上 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 就是连贯速度不够快 配合上面不是足够默契 孟伟利用身高的优势 其实在推球不是非常到位的情况下 孟伟因为刚才对这个庆祝对对手不是非常的礼貌 设计了裁判的属性 孟伟加油 加油 双方球 双方球员这屏幕身高都非常高 所以他们也不太轻易地击球 没有太多的攻防 一般那前半场看的都比较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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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刘宇辰 要去办法 十 一九 基本上不会起高球的 球也不会发得太离谱 都是在中前半场的快速的连接 就看谁先出球下压 打两个人中间 再接着打两个人中间 跳得几分 好 打 突然这个荣占保护还没有不错 王笔 最后 在这个非常灵万的线路当中 还能保持比较稳定的进攻节奏 不容易 说明双方都是高专注度的一分 双南接发球 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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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事 挺好的 也不要到机哈 20秒 20秒 大队加油 继续比赛 11 11 这比赛也挺有意思的 今年格拉斯哥市锦赛的男双冠军 拆成了 拆成了两队 分别都是代表各自的地方队 地方代表团来参加全运会 11 等一会刘成和刘晓龙将要搭档来 参加第二双打的对决 好球 非常的激烈 福建队确实人才积极 然后他们从这个湖北 从这个荆州引进的这些人才 确实也都立下了汉马功劳 从吉兴鹏到这个陈龙 包括我们的九十嘉宾龚伟杰 也都是 从 湖北的球员 然后从厦门队进入到了国家队 非常历史非常丰富的这个连续进攻 打得相当精彩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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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轮 带球 封得不错 张兰在后面推一拍对方的困刀 这裁判 裁判 他球裁判走神了 思绪炎走神了 没有做出判断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球 有可能出界 但是这个思绪炎真的走神了 没有擦到张兰的衣服 有可能是界内 何其亭 慢动作的重放 这就像电影里面 我们再躲一个一直射向他的剑一样 连衣服的边都没有擦到 反应的速度极快 山肯炎 豪ат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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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见对昨天的半决赛晋级还是非常轻松的 他们是3比0的比分 直落 轻松的击败了江苏 3比1 昨天是3比1的比分 看也属于打的比较快的半决赛 是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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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搶好方面 這個 紅粉和合進平做得非常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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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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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局的比分很難說 現在誰都有機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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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中〕 〔27周 nesse Chat〕 〔從這算取得上!〕 溝 oko絕! 龍大巨大演出賣! 白川 加油 白川 加油 白川 加油 好 来 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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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球 赶往失误 揭杀失误 这个挑球 张满恩和刘宇晨 刚才这一分打得非常的主动 他们在前半场的连贯之后 还是率先形成的下压 如果刚才这样的拿分 好久没有看到这种攻防 谢谢 所以这个比赛的走向 还非常难说 现在已经来到了17平 放球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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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比17 好 好 好 加油 由宇晨发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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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棒的这个 分球 刘宇晨的这些分球假动作的使用 这种还是非常简单的得分 不用消耗太多的体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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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逐渐地迫近比分 并且把比分反超 现在这个冯伟和何季平 他们两个人需要 重新地专注一下 对方追分很快 他们要减少自己的失落 其实在第一局 大部分时间里呢 都是福建队领先 感觉 福建队领现在作为大哥哥 需要好好地来跟何季平这边 沟通一下 好久 这个关照很重要 注意力集中起来 抢了这个发接发 大打不算 刚才进去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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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好 来 放网 海球挡 好 好 好 上 好 好 很激烈啊 谁也不敢起高球 好 现在是下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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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组 二组 五十八 二组 现在还大概挺多的 挺有十公分 好 北京队的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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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好 好 要繼續公開,你知道嗎? 沒關係,沒關係啊? 要扎實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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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扎實一點來發 二十秒,二十秒 第二局,比賽開始 0比0 看看第二局的比賽,文偉和何忌廷有沒有什麼調整 揭發在界內,揭發很好,非常高的專注度 加油 加油 好了 好了 包包球 加油 這兩個人在前場還是有點巧 就是不經常搭配的這個球員有的時候就會出現這種 他們配合上面的不默契 造成連貫上的一些漏洞 這個揭發很堅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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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球 2 1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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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馬國 加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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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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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